我個人認為應該中央的防疫中間要向上提升 把層級拉升到專業 而且更能夠代表性的副總統來當任指揮官 我想這樣的話 對於疫情還有全面性的防疫 甚至於消逆民眾的恐慌 希望呼籲中央 既然口口聲聲防疫全民動起來 我們也很樂意來配合 但是我認為中央防疫中心應該也要趁其提升 像比如我們的副總統他是學醫的 而且是哈佛的公共衛生科系 我覺得副總統要來擔任指揮官 這樣子的話就會更專業 然後我們的先任的部長 我們把他退位變成執行長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出 執政當局對於防疫的認真 用最負責的態度來指揮全國的防疫 因為很多縣市 當然一定尊重中央的疫情指揮中心 來做各種的防疫的工作 所以這邊我個人認為應該中央的防疫中心要向上提升 把層級拉升到專業 而且更能夠代表性的副總統 來當任指揮官 我想這樣的話 對於疫情還有全面性的防疫 甚至於消泥民眾的恐慌 nine 本部的�目 雾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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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